由崔四伟指导张震 妮妮 廖凡李贤主演 黄绝 刘叶 张艺聪主演 李光杰特别出演的电影《雪豹》将于4月30号全国上映 进军五一党 该片此前在2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上 就以凭借影员入圣 跌宕起伏的剧情 畸心动魄的枪赞追踪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一举拿下了电影节最大奖项新浪炒奖 4月15号下午 演员张震就现身成都 为电影宣传造势 作为电影录演的第一站 张震表示 再次来到成都 他非常开心 谈及影片幕后故事 令张震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影拍摄地《长白山》的气候条件 为了抵御寒冷 张震透露自己在身上贴满了暖宝宝 甚至要穿三四条裤子 其实剧组都有准备一些方案措施了 其实暖宝宝我觉得是最有用的 贴暖宝最有用的 因为我们外面还是就蛮厚 蛮扎实的衣服 然后有羽绒服 有一些打底衣 都穿的比较够 然后裤子都穿很多条 数个多少条 就是发热裤 发热裤外面会有 还有羽绒裤 羽绒裤外面才是真的挡风的裤子 大概都还有三四条吧 但其实我觉得像衣服跟裤子都还好 其实最重要是鞋子 像鞋子在电影里面很难看到鞋子长什么样 但鞋子如果不扛动 真的就很冷 电影中 饰演大反派的廖凡给人印象深刻 谈琴和廖凡的合作 张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其实我其实跟他一起工作 拍这个戏其实我蛮兴奋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他所演的一些电影 然后我也很欣赏他的表演 但我觉得跟他本人接触以后就是蛮意外的 我觉得凡哥就很幽默 撕一下就很多笑点 然后有的时候也蛮冷 他笑点也蛮冷 但我觉得就是 感觉就是一个很亲切的好像一个大哥一样 疫情一来 张震都给人一种神秘感 每当有芯片出来时 他才会现身进行宣传 当有媒体问及此 张震认为需要有一个距离 一旦太接近 新鲜感就会变弱 那其实也不是说刻意的去远离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工作的认知 就是工作拍摄 工作宣传 那其余的时间 生活就是生活 那我觉得演员其实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就生活里面我们去观察一些人事 然后去阅读 然后去吸收一些新的影片 看一些新的素 看一些新的素材 那我觉得都是对演员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环